这些很多的舞者都来过这个舞台 所以我觉得路导功不可没 来 我们先说一下 偷到这个主题的理解 路导 那个就是简单说几句 他已经回不来 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偷到这个主题里面 有总导演这三个字 而且是这阶的总导演 就是赢定了是吗 哈哈哈哈 谁敢给低分 谁敢给低分 因为这个总导演这个东西吧 就肯定要用 如果不用的话呢 就有点对不起这个主题 但是呢最难的就是怎么用它 就是你又要遇到你的家人或朋友或亲人 但是又要用到总导演 所以我们把它结合了一下 其实在这个台上只有一个路导 我也是路导 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 可能在这个时空里面 你是作为一个dancer 但是在另外一个时空 你可能把你dancer的这个身份 把它埋藏了进去 所以我演的是 埋藏了导演这个身份的 dancer的路导 然后路导演的是本身 埋起了作为dancer那个 梦想的导演路导 所以我们两个时空的预见 就是预见了总导演 平行时空 了解 因为在两个时空里面的相撞 它其实是更有化学反应的 无论是作为dancer的路导 还是作为导演的路导 我们都共同经历了这就是街舞 它都是我们的回忆 所以在座的四位 就是我们回忆当中的memory 我们把这些最精彩的battle的瞬间编成了作品 放在这些这个节目上去表演 所以这个是最难的 它不能是纯battle 但是它又是个作品 哇哦 然后也是因为踩到那个水坑 所以进入了一个时空的这样子一个 对 哇哦 对 我看到的是路导 其实他心中我觉得也是非常热爱街舞的 甚至是在有那个一瞬间 是想跟大家一起共舞的 但是他又中间不得不离开 昂昂扮演是他心中的那个角色 到最后面两个人造一起的时候 就是像看到心中的彼此 那个感觉就是 有通过我的努力 让我的内心完成了我的梦想 感动的点就是 可能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一定会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可能现在时间过去我做不了了 但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我一定会帮我做到 我没有想到 会有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展现出来 至少我这么多年挑我没有看到过 而且用了这么的切合 用了这么的舒服 最后的那个ending的那个感觉 就真的让我回到了太多的感性 让我有点起鸡皮疙瘩了 就我看完最后的那个瞬间 我带路不是路导本人 而是带路导是我自己 去回想了一下那个时候 突然间第三集跟第四集 那些美好的画面就出来了 所以那个瞬间 我的鸡皮疙瘩整个就起来了 我就突然就想起来 从第一季一直到现在 真的挺不容易的 尤其是路导 这就是街舞 在中国内地或者现在国外 一些很多的舞者 都来过这个舞台 所以我觉得路导功不可没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